大家好,欢迎收看十部电影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电影是《迫在眉梢》 由尼克·卡萨维茨指导 于2002年上映 华哥是一个机械工厂里的工人 虽然他很努力地工作 但是家里的经济还是出了问题 他们甚至开始交不起房租 就连车都被拖走了 他想找一份新的工作 但是应聘单位对他并不满意 这时他的儿子也出了问题 在一次棒球比赛上 儿子大傻奔跑着就突然倒下了 到了医院才知道 大傻的心脏出了非常大的问题 他的心脏已经完全没有用处了 要不然就是换一颗新的 要不然就是等死 手术的费用非常高昂 华哥的家庭根本支付不起 而他的医疗保险也远远不够 虽然大傻的血型 是最好匹配的心脏移植患者 但是因为资金问题 院方还是决定将大傻 剃除移植名单 大傻的主任医师 非常想帮助华哥一家 他建议华哥找到保险公司 福利机构等等 一切能帮助他们的组织 但是保险公司只愿意付款很少的一部分 而政府却因为华哥和妻子有工作 拒绝了帮助 所有的机构都因为等等原因 拒绝了夫妻俩 他们只能向所有能借钱的朋友借钱 甚至卖掉家中的所有东西 但是这些善心并没有让他们度过难关 而医院就在这个时候 要求大傻必须出院 被彻底逼疯的华哥 绑架了医院的工作人员 而此时仍有患者在等待着救助 医生却还在考虑 这些人有没有医疗保险 能不能支付医疗费 华哥这时候才知道 儿子大傻的心脏病是天生的 但是保险公司却要求医生 对于这类的疾病进行隐瞒 这样可以降低保险公司的成本 而医生每年都会收到分红 这一切让周围的患者们不满 就连医院新来的护士也开始不爽了 但这就是社会体制法律的漏洞 真正需要帮助的人永远得不到帮助 却有人大肆敛财 绑架的事情让媒体知道了 几乎所有的民众都支持华哥 他们认为这件事并不是华哥的错 是整个国家的错 这时警察的狙击手进来了 华哥倒地 就连在场的警察都有些不忍 华哥只是被击中了手臂 但这次的枪击却激怒了他 他用极端的方式要求医生给儿子更换心脏 甚至愿意用自杀作为交换 就在这时好消息传来了 和儿子匹配的心脏找到了 最终华哥被判了刑 而因为父亲疯狂举动的大傻 也重获新奢 这部电影的评价可谓是毁誉参半 赞扬的人觉得他尖锐地指出了社会弊端 而批判的人觉得 绑架这种事太过极端 如果是您遇到了这样的事情 您会怎么做呢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